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市发电力量优势大洞 如来如座太阳能相关工程导致开发 但是太阳能光电发电系统建订与伟合作业 我们总到公安危机 为了提升需要单位安全卫星管理追准 加強热钢危害变色能力 台南市热钢丘将于11月21日上午 在经济部南台湾冲新航空板丽太阳能光电 産业作业危害无红算得会 邀请台电公司再生能源处钢丝 检队太阳能光电发电系统建订与伟合作业危害无红 进行改正 华东今天去开放网路报名 鹅板为主 欢迎拥有产物 下方就要翁星期标识 国家政策一直在推动力能的部分 我们政府在伟德市长带领之下 我们也积极投入力能开花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当然在力能这样的产出太阳能 这一个部分 实际上座位资产是一个新产出的一个职业类别 但是里面也有很多必须要跟来做兼长 让劳工能够很安全的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面 而保障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安全卫生 甚至健康促进的部分 尤其这个资产上有很多 因为大部分5点是高价座位 还有漏电 还有因为你在高价座位做事情 有可能东西会掉下来 跌倒都发生过 在我们这个资产上都发生过 所以我们特别显定在11、22早上的8点40到中午的12点半 我们在做太阳能光电产内周围危害 这个先导会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先导会 当然地点就是在我们经济部 南台湾创新园区服务馆 讲这样可能名字也太长了 可能大家没有这种印象 他就在我们客工区的里面 旁边的一个园区里面 当然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先导会 而能够让我们的同事的劳工伙伴 或是我们的企业经营者能够知道 我们曾经发生过什么事 我们要这样的一个 我们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防止他的发生 那第一个部分 因为职业安全卫生的部分 不分你有他 一定要包括领行者 包括我们的管理者 包括我们的座位者 当然我们工部门是站在辅导的角度 希望发生过来来告诉大家 甚至我们也会讲说 你这样的一个工作职场 尤其高价座位 也比较注意什么事情 我们利用这次的先导会 来拜托大家 落实韦德市长的希望加营 大家也在职场上 也能够早上快快乐乐的出门 那能够把这个快乐的心情 带到职场上也快乐的工作 快乐工作完了下班 能够平平安而回到家 落实韦德市长的希望加营的部分 感谢大家 那好王立 台南市政府呢 积极在推动这个太阳能光电产业 从基设到这个市政厅设的这个部分 都增设这个太阳能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的是太阳能这一块 基本上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作业 那在屋顶上呢 你必须要跟各位建议的是说 它必须要有一个屋顶座位主管 去监督我们作业的劳工 然后来做这个相关的防护措施 第二个要跟各位建议的是 这个太阳能板的增设呢 是改建这个屋顶的一个情形 那会建议各位做永久性的一个 互染互围 那来防止这个部分 那在这里呼吁各位朋友 我们的这些高风险作业 一定要跟我们通报 跟我们通报 第二个呢 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这个宣导会 我们会跟各位说明 如何来加强这个防护 如何来使各位作业劳工更安全 谢谢 拜拜 合作 台湾市健安健康处处长李玄昌提升 太阳供电发电系统在整个设计 时间跟委员典改团 存在国中潜在危害 各自应对团团管理的观点 做好风灾措施 在设计改团要入安全措施 就是风险冰河 安全设备 承轮管理 够有分年 足够减点 顺势感动 可能 方向和经济营 辩典安全管理 以保障六甲安全 出发业 和合幻导臼 太阳能三央的业势 不能达定时利率 更加应该优先 就是安全 卫星管理 以特效这些安全 和企业用戏经营的 以上是大方问什么万博度